第一,这个,我有能力祷告系列,来大家讲,我有能力祷告,我有能力祷告,再一次,我有能力祷告,再一次,我有能力祷告,我要你宣教我有能力祷告到进入你的骨,进入你的血,你的血液和你的骨髓里面都流汤着,我有能力祷告,当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就很肯定的,祷告不是有能力的, 因为我不是,这不是没有资格,没有权柄,没有能力的,还没有跟你讲,继续下去跟讲个笑话,有个年轻的猎人,就请问一个老猎人如何去猎熊,然后老猎人说,通常呢,我会找一个闪洞,然后呢,像洞里面套一块的石头,如果里面有猝声音,就知道里面有熊了,然后我就开枪, 肯定那熊就死掉了,过了几天,老猎人去找那个年轻的猎人,看他整身包着好像木乃鱼这样,为什么不急把力我牵一块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有没有跟我方法去做啊? 那老猎人就很,老猎人就很惊讶,那那些人就给他说,你知道我的方法去猎熊,我先找到山东咯,然后呢,我就向山东掏石头咯,然后里面真的猛猛的声音就来了,我还来不及开枪,我就被火车窗死了,窗窗上了。 方法,方法,方法,固然是方法,但是要懂得变痛。 祷告,我跟你讲,这些祷告的系列,你必须要做出这些原则,但是人有不同的环境,我们要懂得变痛。 所以祷告要有效,必须把你所有的祷告原则,apply在你的生活里面。 Amen。 回复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 祷告是什么呢? 我有提到四点, 祷告就是,人受权以神合法的权利,允许神干预在地上的事。 还记得吗? 祷告就是,人发给天的属地许可证,让天去影响地。 然后,祷告就是,上天介入时,必须向人取得地的许可证。 祷告就是,人取用在地上的合法权利,以祝输天上的方式来影响他。 我把四点综合起来呢,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就是,人借着神,借着给神自由干预地上的事,来自行对这地球的管理。 如果你不祷告,你就没有自行这个权利。 当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就在自行上帝给我们的权利。 还记得吗?上帝以,上个礼拜我们讲,上帝创造我们以祂的形象和祂的样式,造人。 然后祂叫我们人类去管理这个权利。 我们是born to be manager,我们都是manager,我们是来manage的,我们是来管理的。 但是我发现到人,现在是很多人,最大的问题不能自理。 自理,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就祷告自己的生命狠,你传招,有的到最后没有办法去跳楼,不是他。 所以,现在上帝要恢复你,管理的人力。 今天我们要看主题是人为什么要祷告。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问人为什么要被造。 还记得吗?人上帝我们造出来做什么?有两点。 第一点呢,人被造是为了要彰显神的神性。 而且神要和人有一定的关系而沟通。 第二点,人被造是为了要掌权。 就是管理的意思。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管理。 管理呢,在原文里面叫统治。 只有王帝要统治罢了,是吗? 英文说,do have dominion over them,dominion,他们用这句话dominion,dominion意思是说统治。 原来上帝给我们有个统治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人要宝告的原因啊,太奇妙了。 人被造不仅是为了而神建立这个关系,也是为了要分享神的权柄。 人造这段故事里面啊,神从来没有亲自去治理这个权力的意思。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神就是爱。 爱不会有那种想法,自私的人只想容朗一切的荣耀,功劳、能力、权柄、权力、特权。 但是有爱的人,这很想去跟别人分享。 一个有爱的人才能够想要跟他分享,因为他心中有爱。 上帝是爱,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所创造的一切。 掌权的意思在于,照顾他,征服他,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创造力去改变他,这叫管理。 问一个神学不难的问题。 一个很不难问的问题。 请告诉我,世界上谁是第一个人祷告的人? 谁是第一祷告者? 谁是第一个祷告的人?在世界上? 阿当。 阿当。 OK,给他掌声。 对,阿当就是第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个经文好不好? 一、二、三。 阿当。 阿当。 给他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求你打开你的话语。 让我们学习如何做一个有效祷告的人。 今天的主题,把他叫在圣子里面做啊,你恩告我的口。 让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帮助和造就他们。 让他们在祷告生活里面成为更有能力的人。 奉耶稣的名,大家讲。 阿们。 那大家请你跟着我讲。 欢迎你圣灵。 欢迎你圣灵。 做我的老师。 做我的老师。 阿们。 OK,刚才讲啦,大家跟我讲这句话好不好? 修理。 修理。 看守。 看守。 不是,上帝把阿当创造之后,把整个一点也交给他,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修理和看守。 就是他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上帝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经文我们来看。 所以阿当是第一个祷告者。 我们将从这里看到呢,我们来读一个经文。 一、二、三。 天起了两风,也和上帝在眼中行走。 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像在天地的树木中。 他说,我必严和上帝的面。 这个第三章第八节讲到, 我看阿,这个亚当和西亚王已经堕落地倒了。 因为不听上帝的命令,他们去躲开上帝,躲在眼子里面。 他们听见上帝的声音,却避开上帝的面。 有些,我们把祷告做得很复杂。 祷告并不是好看的。 你看我看你,我教你们做得很简单。 只讲一句话。 不要常听到的,有些祷告好像, 哇,好像在跟上帝讲到的, 哇,又够上圣经的,哇,什么都必需要的。 祷告是很简单。 从心里面,就跟上帝讲你心里面的话。 然后,聆听神的声音。 那今天很多的问题,我们祷告没有效率, 是因为我们只是one way,没有度位。 什么叫沟通? 有沟才有通吗? 那如果是你一个讲,你一个讲,你一个讲, 是你一个人在讲话。 所以我们的祷告不同。 因为我们是一方面讲嘛。 上帝要求你祝福我,祝福我的家庭, 祝福我的世界,祝福我的儿子,祝福我的孩子, 祝福我的儿子,祝福我的儿子, 阿们。 那天就走开了。 上帝要讲的时候,得无敌啊, 人家听过来,跑到那里去了。 这叫one way。 你必须要懂, 其实, 搞告的意思就是, 跟神交谈。 阿当在业子里面, 跟上帝交谈, 上帝给他一个权柄来管理权地。 你看,他的管理方式怎么样? 他是一个很好的manager, 他看到一个很,金张很长, 哦,这个金张很长的,叫长颈鹿。 哦,这个很多毛的, 应该叫狮子。 哦,这个有皮子很长, 又身子很大的,叫大象。 诶, 然后小字,又跑一跑起, 又会很会转, 这叫老鼠。 他就是把所有的名字, 名称。 阿当还没有堕落, 没有毁了上帝的耶稣, 他是充满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他有上帝的智慧, 去判断哪样东西。 我们今天要讲的, 祷告帮助我们什么? 就是要恢复阿当天佑的那个形象。 你对你的生活里面懂得判断。 你不会不知道你该做什么。 你很清楚的,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你不会猛叉叉。 我常常讲的NCC,猛叉叉。 你很懂得你的方向如何。 所以, 为什么有牧师存在? 因为大家都是猛叉叉的。 等下, 牧师每个礼拜跟你讲了, 讲, OK, 忘记了, 每个礼拜都在讲。 如果每一个人都, 像, 恢复原本阿当的形象, 牧师早就被炒游异了。 因为夫婿要卸输了, 大家都懂得领听上帝的声音, 然后上帝带领他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牧师还有存在感谢主啊? 我还没有失业。 因为我需要通道, 帮助你们, 促利你们, 走上帝的路。 我在讲, 我在对其他的行业, 其他的东西, 你跟我讲物质, 我不知道, 你跟我讲车子, 我不知道的。 啊, 怎么, 好像前面, 呃, 呃, 我就这样, 这辆车的飘, 飘到这那里。 因为你也是四四方半半了, 每个辆车都来讲, 都是交通工具来的。 你不懂车的,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跟我讲神, 我的专业。 我的专业就是带领你, 帮助你, 如何亲近神, 如何认识神, 如何讨神, 如何讨神喜业, 如何动神的情谊, 如何知道上一个自己在你生命当中, 那是我的专业。 你比较好听我的, 因为我是专业的, 我对神的方面是专业的, 车子我不知道, 房子我不知道, 但是, 神我知道。 所以你听我讲的, 我绝对没有带你走, 黑暗的路。 OK, 我们看到祷告, 原来是这么样一回事, 然后阿丹就成为一个, 第一个祷告的人, Amen,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 大家讲, 祷告是与神同工, 祷告是与神同工, 不要以为你祷告就是在做事情, 我上个礼拜讲, Prayer, 祷告不是在做工, Prayer is not doing something, but being with someone, 是跟神在一起, 上帝阿, 从来没有把我们当的是, 功能来看待, 要我们做工, 第一, 大家讲, 祷告是一种关系, 祷告是一种关系, 人和神关系的表明, 为什么你要祷告? 是因为, Prayer is a relationship, 是一个关系来的, 你跟他是有关系, 所以你祷告, 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就在一起了, 就很有关系了, 所以, 祷告是一种关系来的, 为什么你祷告? 因为你每次你会去祷告, 就表明着, 老头, 然后, 罗导, 我是你的女儿, 我是你的儿子, 我来找你, 因为关系, 你回到家, 你看到你爸爸, 爸爸, 请问你, 我可以上厕所一下吗? 爸爸, 请问, 我可以上我的床睡一下吗?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因为是一种关系的, 回来, 打开门, 看到你, 嗯, 点头看, 就是厕所, 冰箱拿东西, 喝, 你要做什么, 去睡觉, 去睡觉, 从来没有这样做, 这叫关系, 祷告就是这么一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来的, 你不用等时间, 嗯, 现在不适合祷告, 因为我心情不好, 等我心情好一点才祷告, 我现在很忙, 我不能祷告, 你可以随时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 不管你忙都不忙, 不管你心情不好还是好, 我心情好, 我感谢主, 我, 感谢主, 我跟上帝讲, 一些二塞得, 我遇到很多问题, 遇到一些问题, 我遇到一些人, 他跟我讲, 牧师, 我不能来, 我不要来了, 我不来了, 我再祷告, 怎么办, 我也是在祷告, 其实, 不管你是在, 中一样的情况, 你可以跟上帝一起, 然后, 第二, 大家讲, 一二三, 祷告是能赞同, 隐藏于神在地上的旨意, 也就是以神交通, 以至神为义, 你就是要跟上帝合而为义, 祷告就是你能够赞同上帝的行义, 上帝的旨意在天上, 如同在地上行, 为什么你祷告, 为什么讲童工, 好,接下去, 我们再谈一下, 第三点, 来,一二三, 祷告是一种灵界, 人界是影响, 遭遇主恩, 一念而之一, 同时人也被他所影响, 有些人, 有一些的教会, 他说, 你们不能, 我们不能祷告, 我们不能祷告, 因为, 我们不能改变上帝的心意的, 上帝的, 上帝所欲就欲, 已经不会更改了, 如果上帝的心意不更改, 上帝旨意不更改, 那么我们还祷告怎么, 反正他都知道了, 从头到一, 他都讲了, 没得改了, 我不用祷告了, 他一攻一双, 一走一双, 不能吗, 两个走一双, 走一双, 个人走不能, 不是, 祷告什么, 是一种评鉴, 你上帝影响你, 你也在影响着上帝, 上帝啊, 求你可怜我, 我没有放肆, 我肚子又饿, 在影响上帝, 上帝用他慈爱, 来帮助你, 来供应你的需要, 这叫影响, 所以祷告是一种影响力的人, 是互相影响的, 上帝在影响你, 当你在祷告, 主啊, 为我的儿子来祷告, 因为他不听话, 实在太过分了, 我不懂怎么办了, 我爸, 我的儿子交给你, 是吗, 这是你的需要, 莫许吧, 可是上帝, 你在影响上帝的时候, 上帝同时在影响你, 为什么说, 儿子不听你的话呢? 不是, 儿子不听你的话呢? 为什么儿子不受你影响呢? 因为, 你可能必须要做一些东西, 不是命令式的, 上帝在改变你, 给你更多的爱, 给你更多的忍耐, 去爱你的儿子, 去忍耐你的儿子的行为, 你用的态度, 开始不一样了, 你何止也感受, 诶, 我最近模仿不一样了, 好像比较, 和爱和亲, 很可爱了, 可怜美人爱, 很可爱了, 可是, 你们关系又在恢复了, 关系恢复的时候, 你们就有交谈了, 有交谈你们的关系又好了, 你们就能够, 好了, 这样子, 上帝在跟你的祷告, 能这样做吗? 看到没有? 祷告是影响, 不仅是你影响神, 神也在影响我们, 有个女士啊, 每天早上起来, 不是每天, 就礼拜天要早上要去教会, 她很早要起身啊, 要起身要去教会, 可是她的老, 她的太太就是师母啊, 很爱睡, 睡到很迟才起身, 然后又三个孩子, 四个孩子要照顾, 怎么办呢? 每次跟她为了这件事情的吵架, 你能不能找点, 你能不能找点, 你能不能得空啊, 我要睡醒啊, 我要化妆, 还要带孩子, 吵架了, 每个礼拜天都吵架, 每个牧师, 当牧师可以每天跟, 每个礼拜要去教会, 跟老婆吵架, 然后去教会, 然后再讲一趟讲话嘛, 不可以的, 所以一开始她就回来祷告, 主啊, 你改变我的太太吗? 让她早点睡, 早点睡, 祷告一天, 一个礼拜之后, 两个礼拜之后, 她老婆还是一样的, 没有早点醒来, 最后她忍无可忍, 好吧, 你不改变, 我改变, 我五点钟起来, 那个牧师就早点, 五点钟起来了, 然后就开始, 帮小孩子, 叫小孩子, 帮她换衣服, 准备好了, 好了, 她的太太, 差不多, 做了三个孩子, 做了三个孩子, 给她冲凉, 换衣服之后, 她的太太刚刚好醒来, 化妆, 什么东西, 谁在改变? 是太太, 你看到太太改变吗? 太太没有改变, 可是这个祷告之后, 谁改变? 丈夫, 牧师在改变, 牧师放下她自己, 所以说孩子, 照顾就是女人的事情的, 所以说照顾孩子就是, 啊, 师母的事情, 不是牧师没有分, 你牧师diet了, 所以她就开始, 照顾三个孩子, 穿衣服, 穿好衣服了, 然后师母睡醒化妆, 把她的事情解决了, 有些, 祷告是最后一回事, 当你想要改变人, 我们常用祷告去改变人, 上帝都没有改变你了, 是吧, 上帝很多人说, 你的那种彼得, 上帝也, 如果我是, 我常在讲, 我是上帝, 如果我是, 还好, 感谢主, 我不是上帝, 如果上帝, 啊, 很多人就死掉了, 还好, 我不是上帝, 上帝是很, 圣经讲, 上帝是很久忍耐, 不是忍耐, 很久忍耐, 英文说, long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很久忍耐的, 所以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不听话, 他也忍耐我们, 所以上帝也说到我们有很久忍耐, 我常遇到一些, 给我问题脱脱的, 问有我的说, 感谢主, 上帝谢谢你, 给我很久忍耐的心, 来锻炼我很久忍耐, 所以你看上祷告是影响, 和被影响, OK,来锻炼, OK, 接下来看, 然后我们读, 四篇二十八, 八十二篇第六节, 一二三, 我曾说, 你们是众神, 都是自盗者的和你, 所以你看到那样东西吗? 你看到那样东西吗? 看到什么? 我们啊, 在亚当的时候, 还没有犯罪跌倒过的时候, 我们都是世界的神啊, 上帝正在四篇, 八十二篇第六节, 我曾说, 这是我谁, 上帝讲, 我曾说, 你们是众神, 都是至高者的和你, 我们上帝, 叫我们在地上管理的时候呢, 是给我们这个权柄呢, 我们就好像世界上的神, 我们说什么, 就什么, 我们说这个名字, 就这个名字, 我们决定要东西, 他就能够有国效, 我们是神, 看看你自己这样, 我长得像神, 我是神人啊, 什么是神人啊? 我刚刚讲, 我刚刚讲, 我是神人啊, 就是上帝的人啊, 跟真正的翻译, 神人就是属神的人啊, 但是我说我是神人, 什么是神人? 神经病的人啊, 我们常常是神经病的人, 因为我们常常, 因为生命败坏了之后, 我们就常做一些不符合神的, 但是圣经讲我们是神, 我们是众神, 众神, 众神代表什么呢? 这讲明什么啊? 神的计划是这样的, 听好啊, 听好啊, 神原本的计划是这样的, 由上帝统治天上这看不见的领域, 由人来统治地上这能够看不见的领域, 人就和神与灵性交通, 神造我们, 好使我们成为祂的后裔, 因此称我们为众神。 Congratulations used to God. 英文说 Little God 上帝是神, 我们是小神, Adew! 所以上帝把我们的第一位从来什么 đó, 我们是仆人。 所以说上帝祂祂祂祂祂就是以神同工的意思, 神帮我们当的是同工, 神要我们有能力去管理, 所以这个就是重要 神创造全地了 然后造男造女了 并且把他手中所造的一切 交给我们人类 当人被造乃是被造成这个世界的神 地的一切全病都赐给了人类 甚至神自己都不要鉴悦这个全病 他说使他们管理全地 这句话已经意味神安排全病 神安排全病的时候呢 已经定义若要完成地上的旨意 就非透过人来掌权 看到没有 你的神 你要找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 你要找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 我们每一个人 神都有使用我们这一辈子 这一生人一辈子 来完成祂的免疫 你就好像神创造整个城堡的一块庄 当你不好好使用你成为这城堡里面的一块庄 你就out of the plan 我们有一个答案图 我们要 我们要 根据这个大案图来做的时候你就out of plan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上帝的计划 而指引你生命当中的生命的计划和指引 才能够完成这辈子的护照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可是当人和神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 祷告的效率也被破坏了 为什么今天祷告不效 因为人跟神的关系破坏了 撒旦引诱亚当和夏娃被逆神 他们遵行了撒旦的旨意 意思没有遵行神的意思 人因此犯了罪 断绝了与神的交通关系 关于在地上试行神旨意这件事 人不再与神同行 人不再赞同神的旨意了 人变成很自知 都是我 我 我 好不好你 我的需要 我的家庭 我的 我的感情 我的事业 我的财 我的经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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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常常不能跟神的旨意 有联系的 不能跟神同心的 任由悲逆的权柄管理 再没有人关心神的权益了 人不侍奉神 反倒去侍奉撒旦 事实上 人把权柄送给撒旦 也就是说人堕落之后呢 替地上引进了新的统治者 那就是撒旦 难怪 当撒旦 强调这个人在地上的权柄之后呢 难怪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大家一起讲 一 二 三 持等不信之人 对着世界的神 弄下了信念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的世上 彼得像 圣经讲保罗说 世界的神 他形容世界的神 所以现在已经是 谁是世界的神 撒旦 滚来谁是世界的神 人 我们人类是世界的神 可是当我们多了 我们把权柄卖给了 若果的送给了撒旦 所以呢 我们今天失去了这个权柄 导臊的权柄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还有 你还记得吗 我再举例给你看这个名字 还记得 如果你读圣经 当耶稣在荒野里面祷告 尽时祷告十天的时候 过后呢 撒旦魔鬼来试探他 他有三次的试探 其中有一次的试探 最后的试探就是 撒旦魔鬼把耶稣带上 带他上世界上最高的山 最高的山 我不知道是什么山 应该是喜马拉雅山吧 然后他指的地上的永活附给 他说 他跟耶稣说 撒旦魔鬼跟耶稣说 只要你下位拜我 这世上的永活富贵都属于你 还记得吗 如果撒旦魔鬼讲的是错的 耶稣会阻止他吗 耶稣你讲错了 这世界上不属于你的 耶稣没有阻止他 也就是默认 全病已经属于这个 世界的全病都属于魔鬼了 本来我们是世界的神啊 我们是世界的管理者 我们把这个文理圈卖给了他 因此导致今天很多败坏事情发生 有抢劫啦 有勒索啦 有凶暴啦 有战争啦 有任何东西 因为是人把这个全病卖了 本来我们是过这种不死的生活 因为有神的形象 或有神的形象的样子 可是我们把这个全病卖了 就带来了 我们身把病死 面对一些痛苦 我们需要有眼泪 本来我们不知道眼泪是什么 眼泪就是纪念 你有眼泪吗 有眼泪吗 我们每次留眼泪知道什么吗 每一次留眼泪就代表说 纪念我们软弱的记号 你知道吗 亚当被创造是不会留眼泪 他们不会有眼泪 因为充满神的荣耀 他不知不知道怎么叫痛苦 是因为人被诅咒之后 就有眼泪 眼泪就是被诅咒的记号 但是上帝哥 圣经跟我们讲 一天我们回到天 天下的时候 那个星天星天的时候 我们不再有眼泪 那就得神的记号 我们不再痛苦 我们不再有眼泪 不再伤心 为什么会有伤心 因为有眼泪 是因为那是诅咒的记号 那个是乱弱的记号 OK 接下来看 大家讲耶稣是第二个亚当 耶稣是第二个亚当 祷告是人 以看不见的神沟通和管道 祷告是一种媒介 你的灵透过祷告 来影响神的心意和旨意 同时也被影响 这就是倒杀的目的 那么我们堕落了 我们把全病卖给了撒旦 现在 我现在 我今天的主题 人为什么祷告 人凭什么来祷告 如果你有没有权力 你凭什么全病来祷告 如果人多了 神的计划就是要恢复人类 并且借由一个新的管理者 来更新这个地方 他就是第二个亚当 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这位管理者 以神以及神的旨意 完全而已 他就是耶稣基督 基督是如何完成神永远的定子 或是定子永远的旨意呢 为何要恢复神的定子 耶稣基督必须成为人 代表地上的司法掌权者 他必须以人的样式 以第二个亚当的身份 以奉献给神的首身 新族类的身份来到世界上 按照神替世界所定的法则 还记得吗 任何没有灵 没有肉 没有躯体的灵 在地上是不合法 还记得上个圣经文讲吗 所以耶稣必须到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来自行以人的方式 来再一次把这个关系来恢复 把这个权柄剁回来 大家讲 他是神的形象 他是神的形象 菲利比书12章26节 他这样讲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一直是依上帝同等为强弱的 天上的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是勇士同等荣耀 同等能力和同等权柄 并且从来没有分立过的 这个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 圣父圣子圣灵 从来没有离开过的 是同等的 是同等的三角形 同来没有离开过的 因为我们人类失去了这权柄 耶稣愿意放下这个权柄 这个荣耀 这个能力 脱离开了三位一体的这个位置 来到沦为人的样式 以人的软弱 以能毁灭的身躯 以无罪无瑕之丧失之家 代表人类当活即献给神 借着实际 使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和好 第二 他与神有身后爱的关系 大家 他与神有身后爱的关系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 和五章二十节 还有十章十七节这样说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 指给他看 我父爱我 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这是耶稣所讲的 他为我们人类做一个爱神的榜样 谁去爱神 耶稣 耶稣以人的方式 做一个爱神的榜样给我们看到 耶稣爱上一道的成果 你要懂得学习爱神吗 你看耶稣怎么爱神 他活着为行神的旨意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 他说我的食物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公 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父的意思 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 第二个亚当 以人的方式去遵行神的旨意 以将先前亚当 被虐神的局面 扭转过来 不仅完全遵行神的旨意 甚至顺服至死 实在是这样 他代表亚当不能做的地方 要耶稣用人的样式方式来 你知道 最后 最后一点 他夺为地上的权柄 大家 他夺为地上的权柄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就说 又涂没了在律列上所写 他可以攻击我们 有爱我们的秩序 他把他扯去 钉在十字架上 且将一切自证掌权的如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占着十字架颇胜 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和十六节这样说 在另一个翻译的 另一个版本这样写 他将一切自证掌权的彻底瓦解 并将他们展示给大家看 就在当中扩盛 保罗说 耶稣已经将他鼓来了 超越他们 把他们治理我姐了 什么是我姐的那面 我姐就是完全的废 废掉他 除掉他 解除武装 将他化为雾有的意思 难怪耶稣说 信的人必有奉我的名感鬼 耶稣越过魔鬼的地狱 在那里像着魔鬼和他的手下征服 并且占领他们 耶稣征服 征服掉事 也征服了一切的疾病和罪和诅咒 耶稣的名是所有自证掌权都必须尊重的 耶稣的名今天是属于我们的 只有 他拿夺了权柄他做什么 一二三 他把权柄叫你免信他的人 今天权柄又回来了 回到谁的身上 不是每个人都有权柄 信的人就有权柄 祷告的权柄 他把这权柄又带回来 转移给他 信的人 耶稣在圣天前的讲了一句话 他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他们在那里 所以你们要去 这里耶稣宣告他已经将 地的权柄夺回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恢复有地的权柄 我们基督徒有恢复 祷告的权柄 OK 我们来看几样 恢复权柄的结果 大家讲恢复权柄的结果 恢复权柄的结果 我们来读一个经文 大家读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人 圣经讲 若有人在基督里 如果你还 你已经在基督里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圣经里面 我相信这经文对你来讲 不是很陌生 以及很熟悉 但是我要 draw your attention 要你注意个别 注意这个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在希腊言文叫做 新创造 a new creation 意思说呢 你信了耶稣 不是说因为你 信了耶稣 牧师给你的新 new christian 你就新造了 意思不是这样 圣经讲这个 本来是有这个含义说 当你信了耶稣那一天 如果你在基督里面呢 上帝把新创造的生命 放在你里面 因此你不像以前那么样 你要可以犯罪 要抽烟 喝酒 赌博 这些种种 你不能胜过的那些引诱 你没有能力胜过 你说你没有能力胜过 就是你还没有在基督里 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你就是一个新创造物 新创造物就是你有新的生命 来胜过这一切 有很多人讲 不是啊 戒烟很困难的 戒烟很痛苦的 你没有戒过烟 你不知道 我曾常跟他说 是 我也没戒烟 我也没有戒过烟 所以我不知道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戒 我信了耶稣那一天 我就知道 做基督不能抽烟 好了 我就 禁食打断了七天之后 然后我又把上瘾丢掉 没有 我没有信耶稣 之前那个关键说 因为我知道 我从小 十 十岁抽烟 十岁抽烟 所以抽到十五岁 那你也信耶稣 我知道戒烟不可能的 我去把自烟的戒了 不是减还是减 越抽越多 从小包去mama store 买一根一根 买到买大小包的 那小包还有七支的 然后就戒一次 戒一次就买中包了 十四了 upgrade了 upgrade那个version了 那一再戒一次 我去买大包了 二十支的 我还没有 我没有 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我一天是抽两包 大包 二十支的 和一包小包的 一天二十七支 十五岁 然后 我就跟耶稣说 然后我去教会 去了四个月 我还没有信耶稣 耶稣啊 你这么厉害 你讲到 天上有 我地下午就这样 我那时候不会打算 我就challenge 你厉害 你不是把我的香烟戒掉 离婚 你让我离婚 我就相信你 我也没有特别去买香烟 放在我的面前这样 我讲完这个事情 我就把东西忘掉了 但是我回想的时候 我整个的魔鬼厂家 以前戒烟 这三天一定要拿三个困难 一定要买香烟抽烟 可是那一次讲 没有 你们可别打算这样讲了 你说你 证明给我看啊 你这么厉害 是吗 我两个星期没有抽烟 但我两个星期过后 我那个烟瘾又来的时候 我整个 毛孔素揽 奇怪 以前戒烟 戒八次 都是三天里面就抽烟 这一次 这样讲一句话 两个礼拜没有抽烟 我说 哇这个厉害 这个神肯定很厉害 我拜过也拜过了 他 跳挡也没有这么厉害 亚双面跳挡也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 我开始 开始有一个魔鬼厂 很相信了 OK 我就继续讲 耶稣啊你这么厉害 两个礼拜你等答案过 答案下去到今天 我信仰耶稣 我没有抽烟 我没有抽烟 然后弟兄弟也没有 那个弟兄也讲 牧师啊你知道吗 今天很辛苦的 是啊 我都没有介意 我去祷告 我凭着祷告 凭着祷告 上帝把这个烟瘾拿掉了 戒很难的 基督教不是一个道德教育的宗教 要你做好人 做好事 凭好心 不是的 如果你一直要来教会 希望能做好事 做好人 做好心 你 你 你一定很失望 因为基督教不是这么一位子 基督教 真正的基督信仰是生命该缘 真正的基督信仰是 给你新的生命 我就是经历了这个新的生命 我不用 我不用祭宴的 不要祭宴的咧 信仰耶稣 不用的吗 丢掉就好了 我当下把那包给丢了 还很多的 不是没有空的子 丢了 我从来没有去讲他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不抽烟到现在了 现在人家是在我命前抽烟 被吵了 被吵了 你千万不要一直抽烟 你说啊 你是一 后一说回来 你是心脏 阿们 阿们 ok next 大家来读一下 他 他 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从黑暗的前世 把你抢救出来 把你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这说明啊 你信耶稣上天堂 上天堂不是将来的事情 兄弟妹 不是以后的事情 不是摇脸的事情 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得救 所以上帝已经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了 这个迁啊 这个搬迁啊 也在希腊言文叫 Methos Tenno 还记得吗 不记得代念意思 大家讲 Methos Tenno Methos Tenno 大家 Methos Tenno Methos Tenno 的意思就是搬运 运送 转移到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 你要知道 你信耶和耶稣 不只是 哦 没什么改变的 是 你表外表没什么改变 可是在灵里面 在灵界里面 上帝把你从黑暗的权势 黑暗的捆绑里面 你不再受这些捆绑 哎呦不能啊 当然也不能 靠近不能 不要靠自己来改变 你必须要知道 你已经上帝把你搬迁到他的国度里面了 最后 最不能控制我们 大家讲 一二三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对法之下 难在恩典之下 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 还没有接受耶稣之前 你是被罪捆绑的 罪做你的主人 你不能做你要做的事情 你不想 你不想做的 你偏偏去做 你想做的 却没有力气做 这是罪的捆绑 你想想 以前 很多东西里 你不由自主人 今天你却 你不是 你不是改变什么 你换的主人 耶稣基督做为你的主人 你只有权力 有能力 离开的罪的事情 保罗说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 天上就产生巨大的改革 我们就自由了 我们可以不用再被罪所捆绑 这故事说我们从此以后不再犯罪 有人说 我认为我现在是不还是一样犯罪 对 请问你是这样的意思 还有犯罪的几手 我有啊 没有几手 不老实 我这样 我还是犯罪啊 我当牧师一天也是犯罪啊 也是思想上的 眼睛看的 还是嘴巴讲的 不小心讲话得罪人家 也是对啊 伤到人家的心 也是一种罪啊 我们还是一样 每天都在犯罪 可是我们不被罪来捆绑绑 而是我们不必再受罪的瑕疵和他的枷锁 我们不自已 最后 最后一点呢 我们要做结论了 大家读 在读这一篇上礼拜我们读了 我们要帮你 我们把这经文来背一首 一二三 我要把天国的药师给你 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大家讲 祷告是运用权柄 祷告是运用权柄 刚才我讲啊 我们本来有权柄 我们是世界的神 我们把权柄卖给摸给 我们没有权柄 结果耶稣来 把我们拯救 把我们把这个权柄又夺回来 把权柄交给我们这些有信耶稣的人 每一次你祷告 你就是在运用权柄 如果你不祷告 你就没有用这个权柄 你浪费这个权柄 我们若不祷告 神的旨意就在地上受挫 如果我们不祷告 神就会找赞同祂寄托的人来祷告 如果我们忽视祷告 我们就不符合在神计划中的角色 无论是为我们自己还是为他自己 他自己 神都不愿意我们措施 这样的特权 总的来说 祷告不是浪费时间 祷告是投资时间 大家讲祷告不是浪费时间 是投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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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他们组织的经文 一、二、三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现我们的耳朵 他也惩罚吃醋或吃坛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海南无际的来到 十二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运运运运运 我认会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每次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而且是坦然不惧的 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很好 不是因为你没有犯罪 不是因为你有祷告了 你有读境了 是因为这个权柄是你的 听一听 每一次祷告是你坦然不惧 来到神的宝座前 祷告是运用你的权柄 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因为你禁食多少 祷告多少 父亲多少 你没有犯罪你圣洁多少 不是 阿们 所以我来你的经文 一、二、三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如果你们有圣经把话画起来 这是硬血的 如果我的话藏在你里面 阿尼罗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藏在你里面 很多人不能常常在主里面 就算有在主里面 也待牢靠不久了 一下子就跑掉了 离开了 所以你要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 你有神的话语 你认识神的话语 你也读经 你也知道神的旨意 你也知道神的应许 所以 凡你所愿意的 听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里讲 凡你所愿意的 不是说 祈求就给你们 就给你们成全 他们说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可能给你们成全 或者给你们成全 看情况给你们成全 没有 就给你们成全 这是应许来的 没 画起来 然后每次祷告说 主啊 我在你里面 你的画也在我里面 我现在 我的心愿 就是要这个 阿们 我看到了 我收到了 公耶稣那边 你看 就这么简单 祷告就这么简单 阿们 所以 做一个 结束 结束 我来做一个 建设 以前 我的教会 就在 就在 不是 一般讲 我的教会 在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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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呃 就是靠近 那个 那边 那 每次我从 走到 我回家 我坐在五条路 今天任安 住在五条路 只是没有住而已 我每次从 吉尔摩尼亚走到五条路 从 吉尔摩尼亚走到五条路 这条路 这条路 这条街过了几条街啊 从 三条路 这几条街啊 你知道啊 我很得空到啊 每一次走过 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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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处到五条路 我看到,我没有记错了,我要找回来那个我过起来的地图了 总共从捷地到玛丁罗,到玛丁罗,总共有三百多间的庙鱼 所以你看到那边,住在那边的人啊,被追捕绑的 你知道吗?三条罗,海贵的国条罗,很多地下毒妆,卖白粉,毒品交易 还有,要老要封,五条罗很年人多,要老要封,他们要老要封吗? 基尼啊,盖导啊,还有一些世卫党,我就是其中一个党员的 所以你看呢,越多拜神的地方 所以就不知道,我不是批评别人的宗调 但是你知道,拜神越成,越拜那些安公殿,越多的地方,越追捕绑 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卖毒品啊,私会党啊,盖刀啊,那些地下毒妆啊 这些东西都是在那边发生的,然后我信用耶稣,我知道我有权柄 我每次走过,我每次这样念我这样走过 我告诉你,很多人呢,以为我是发神经 以为我是信了语,信教啊,信耶稣,信到走我入我啊 但是我不理,我每一天,我那时候还在走路嘛 每天走路回家,每天都这样念念念念念 今天,请你再回去看什么 请你再回去看五条路 你请你那沿路从阶底过来的 所有的安公殿都没有掉了 真的是都打了,关掉了 不是因为什么沿路 我相信在属灵里面已经有一定的 我在睡觉的时候一定有在战争的 为什么会没有掉? 因为政府要开路嘛,要开位了 所以所有的神都要关走 只剩下一个奉献宫 那个奉献宫还在那里面 本来有三百多件的,烧灯剩下一件 所以那个是大头的,那个还没有倒 所以你有机会走过分,在那里面倒掉 都打,其他完全没有掉 然后,现在有条路开始漂白了 没有黑社会,那里白的黑社会 全部都没有了 那个赌场也没有,还是有了,少了 那个黑暗的权势有在了 就有黑暗的活动 黑暗的权势被我解说呢 越有越来越好 我相信属灵的战争 我相信灵界有一定的活动就是这么样 你明白了没有? 你每一次你祷告,你就是运用你的权柄 好了,我们讲理起来今天 人为什么祷告? 第一讲,祷告是以神通空 第二,祷告是运用你的权柄 祷告是运用你的权柄 每一次你祷告,你是跟上帝一起通空 每一次你祷告,你是跟上帝 你是使用你的权柄,来自行你的权柄 来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来唱一首歌 我们来唱一首歌 谢谢大家